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Speed Art 在標題上應該看到 到底是什麼Speed Art呢? 早前有一個觀眾 在我的Facebook專頁 inbox 問我這個 Youtube的Banner到底是怎麼做的 所以那時候 沒有辦法一人一語地 跟這位觀眾解釋 我相信也應該不止這位觀眾 有興趣想知道的 所以我就拍了這條影片 他跟大家說一下到底 我這個Banner 由頭到尾是怎樣做的 大家看到這個Banner 是看到這個高度和這個闊度 但如果你可以編輯頻道圖片的話 你會看到 他建議頻道的圖片尺寸 是2560x1440 但他... 但我這個Banner很明顯地 不會是2560x1440 因為如果是2560x1440 是這個尺寸來的 如果這個尺寸的話 那... 明顯地不是... 不是我這個... 這個Banner的尺寸來的 那...我今天呢 就來... 重新製造一次這個Banner 那...打算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 由於呢 這個Banner呢 我製造的時候呢 是... 用了很多時間去量一下 那個高度和闊度 怎樣... 即我會不斷地微調去看看 這個高度和闊度呢 這個Banner呢 是... 幾多的 因為... 我要看一下它剪出來的畫面呢 會不會剪掉我的字呢 等等... 最終呢 我... 我測試了很多次之後呢 發現了是6000x1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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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 然後... 但是...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不準的 我弄完這張圖之後呢 它還是有點剪掉了 即是... 例如你看八字上面 這裡有些空隙呢 跟它... 在這裡呢 那個空隙是少了的 即是... 總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但沒辦法啦 我也免得搞這麼多 已經搞了很多次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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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就是製成品啦 那... 呃... 我現在就會由頭到尾 弄一次給大家看啦 呃... 首先我用的程式就是這個Photocap的6.0 那... 那... 就會... 一張... 唇白色的底子先啦 然後呢 我就喜歡做藍色和白色做... 那個Banner的... 底格 那... 之後就... 我們可能會加速這樣 去看這個過程 那... 那... 完了剛剛那個... 整個底子之後呢 那我就開始要加一些... 自己之前呢 把自己的樣子的照片呢 就... 會放進這個Banner裡面啦 那我們去編輯這些圖片的時候呢 呃... 即是這些圖層的時候啦 那... 就是Double Kick它先 然後呢 就逐格逐格去按啦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因為我小學的時候呢 已經玩過很多次啦 所以我都不太懂得去跟大家說 太多的技巧 因為這個Photocap 我小學開始已經在用了 那... 呃... 如果你真的對做這些圖片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下載下來之後 再慢慢去做啦 就應該會再演繹看 再掃多少 那些小學生 等待在那些小學生 我們真的不要再研修等 那些小學生 那些小學生 跟小學生 這個小學生 過醞生 Quindi我們看看 好一點 我們可以做個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啊,忘记跟大家说 Instagram和Facebook的图片都是我自己上网找完图片 下转后剪掉我的背景 然后放个PNG进来 除了Instagram、Facebook 你可以放其他东西 比如Line、微博、Twitch 你喜欢放什么都没问题 而且你不一定要这样放 你可以怎么放都可以 即是FreeStyle 我建议有什么重要的资讯 都不要放在图片的这边 因为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这张图片的这边是会有个 你的头像的 所以基本上我的Banner是会被遮住的 所以字体也不要放太过去 有什么重要的信息也不要放太过去 重点也不要放过去 这些都是Banner的小特殊 刚刚说到 它上下会被人剪掉一点点 如果这个尺寸的话 所以所有东西都不要贴太上面 以前看了我的Banner是会被摸在上面 从来中之间接下来 那么不要放太多 但不用了 家丹卖的图片 打扇 她把锅子别放太多 所以我很適合 他把锅子别放太多 然后你的锅子如何没放太多 这样的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这次的影片就这样了。 好了,那我们当然要再在收费吧。 刚刚已经说过了。 其实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那张照片。。。 把照片上传到Youtube是不可以这种尺寸的。 这种尺寸的效果是非常大劲的。 效果就是,你这张照片得到中间那一部分。 因為它的尺寸是2,560x2,1440 但這張圖片是6,000x2,1019 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 新的編輯 然後我們就要一張完全白色的底紙 這張底紙的尺寸是6,000x2,1019 是不是...啊...不好意思,對不起 剛剛說錯了 這張底紙是2560x2,1440 剛剛已經覺得有點奇怪了 好,然後我們再在這個按鈕裡面 按回那個file 即是你save那個地方的file 然後再找回那張圖片 找到那張圖片之後 當然要放到最最中的 因為youtube也會幫你置中的 覺得很奇怪 那我們double click完之後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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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靠那張圖片的闊度 好,那這張圖片的闊度 就跟這張底紙的闊度一模一樣 那之後呢,這裡有一個對塵模式 按回中間就... 搞定,save 然後... 然後... 啊,好慢啊 save完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在這一層上傳 那在電腦裡面 除了一張照片啦 那之後那些我想大家都認識的了 我也免得教了 因為這條片應該都...時間不短 那所以呢,就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麼關於... 這次這條影片裡面的問題可以問我啦 如果不是的話,你們都應該可以自己去下載這個photocap 去自己慢慢剁磨一下 是不是剁磨? 隨便啦 嗯... 那希望這條影片是幫到大家啦 希望你們喜歡 好啦,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ате音樂 再次就到這裡 意识解腰